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二月访问中国大陆 但因为侦察气球的事件喊咖 最近再度喊话 希望能访问北京 布林肯呼吁美中能在共同利益上寻求合作 更强调不希望变成冲突 美国驻北京大使伯恩斯也强调 第一步就是双方得先有所接触 强调美国支持一中政策的立场没有改变 但伯恩斯仍然透露 若不祭出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出口禁令 很可能提升中共军队的情报实力 他更提及台海是国际的重要水道 稳定与否关乎全球经济 任何军队的关乱 必须要保持平均 因为这是我们正确的说明 因为这是唯一可能的方法 而不光是伯恩斯透露对中禁令的必要性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和同党委员会领导人一同表示 将推出中国竞争法案2.0 限制关键科技在接下来几个月输往中国大陆 将积极阻止大陆挑起台海冲突 美国从拜登总统开始就不断强调美中关系要避免冲突 同时也希望两国维持沟通管道 但对于中方一再喊话 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不可逾越的红线 双方态度显然有天壤之别 也难怪拜登希望与习近平通话 布林肯喊话想访问大陆 目前看似都遥遥无奇 接下来凌亨综合报道